开始了 等一下 开始了 开始了 哈喽我是韦文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 为什么开这个Live 因为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就是我哥比这位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的名字呢 Edward 然后Edward,今天你要分享什么 你是怎样 为什么你会突然用 这个BE的产品呢 其实一开始 我是去BE的 一个root show 专门讲Xeruto 我是从那一边开始 接触BE的产品 这样你一开始 接触了这个产品 你有用过吗 有,那时候我去了那个 刚好那一天他就有 给我两个Xeruto 两包 然后隔一天 我就睡觉起来 我就喉咙很不舒服 就是像我平常 每次经常都会喉咙不舒服 然后我就喝了那个Xeruto 然后我在开会的时候 就是静静哦 就是坐在那边 40分钟过后 然后就是很快 就是40分钟过后 我的喉咙就完全没有痛 因为如果平时我喉咙痛的话 都要等差不多一整天 一整天都是一直喉咙不舒服 就算你喝很多水还是一样 可是那时候我吃了两包Xeruto 过后在40分钟以内 就完全就是好了 所以我觉得Xeruto的那个效果 就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那时候他跟我讲的 时候其实他是喉咙痛了一阵子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 然后我就讲其实你可以去吃Xeruto 因为听说那个Xeruto见证很好 结果我就吃了他就跟我讲 诶好了哦 我那天那时候我就以为是 一天下来他才好 结果他跟我讲哦 纠正我 他讲不是一天 是45分钟就好了 所以那个效果 就是很快很快就见到了的 这样其实过后你 那个喉咙痛好了吗 这样为什么你又会继续吃呢 其实 然后过后 那后 因为我看到Xeruto 然后那后就 我有听了他们的 就是讲Xeruto的东西 ok 那后我就发现了Xeruto 其实他可以有帮助 其中有一个部分 我看到 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 就是其中一个部分 他是有修复细胞 然后在他的Destimony Destimony 就是验证报告里面 还有一部分 是专门会治疗 就是 治疗糖尿病的那一个东西 所以我看到那个 因为我 ok 所以我现在讲了 就是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是糖尿病患者 然后我是属于type 1 diabetes 然后在我16岁的时候呢 就突然间有一天 我就被医生诊断出 我是先天性糖尿病患者 所以呢 其实那一个病呢 对我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那时候我才16岁 而且我本身是一个运动员 所以就是我得了那个病过后 我一年里面我是完全没有的运动 因为我要调理我的身体 因为我的整个身体就是 跟以前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那时候也很多问题啦 然后那时候也很多问题啦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在我那两三年 就是高中的时候 在那两三年就会到处去找 有什么偏方啊 还是吃什么啊 喝什么啊 可以治疗治疗好那个糖尿病 然后到最后最后还是不能够 还是 因为其实讲诊真的是不能够啦 可是连改善也没有多大的改善 然后我先讲我自己本身 代官的话是很严 我自己本身很严重是严重到 如果有咽血糖的话啦 它有一个机器 等下那个咽血糖的机器呢 我的咧 当我咽 如果我没有 如果就是普通这样咽而已 对不对 那个血糖的机器呢 是完全咽不到 它只会秀两个字 就是Hi 就是只会咽到Hi 因为很高很高很高 太高了所以它咽不到啦 对对对 因为通常机器最多 应该也是可以量到20多啦 然后正常的指数是4到6 然后吃完饭8到10这样子 可是我的是超级不低高 所以那时候其实困扰我 就是很严重 然后过后我本身 那段时间如果是我的朋友 都知道那段时间我去学校 我就是睡觉 老师叫我起来 我最会跟老师讲 我不舒服 然后每个老师都是接受 就是那一个时间 其实我的朋友啊 我的亲戚都懂我有糖尿病了 那是正常的 然后到后来 因为我是前天性没有办法 所以我是每一天 每一餐 我都需要打针 就是before我吃的时候 我就要打针 就是Inject Insulin 到现在还是一样 然后过后 晚上睡觉前也是要打 所以就变成 早餐午餐晚餐 睡觉前 每一天是针 就是自己帮自己打 所以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才16岁嘛 就是觉得会很 就为什么是我 然后过后也找了很多方法 然后到过后我打针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看到这一个许多 它可以修复细胞 然后其中修复的细胞是 如果懂的话 就是因为疑导 是从疑脏来的 然后疑脏的话 它可以修复疑脏里面的细胞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 我可以去尝试 所以一开始 我就是买了这个许多 然后我给我自己本身尝试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讲 反正我都找了那么多都不能好 为什么我再尝多一个 如果万一一个好的话 我也无所谓 反正对我来讲是没有损失的 所以我就试着去尝试 所以那个是我一开始尝试 这样你尝试了多久 这个许多 其实过后的话我慢慢 其实那时候许多就是 是B1的其中一个产品 然后 after that 到过后的话 我接触了另外一个产品 是叫做 Zenkoso 因为 Zenkoso 当我知道它是酵素的一种 可是我B1的话 就比较不一样一点 所以我就用了 B1的那个酵素 跟 Shiruto 两个一起配合 然后现在目前为止 就好像拿今天来讲 就是今天早上 我有凉血糖 因为刚刚我讲过嘛 早上午餐晚餐跟睡觉前 可是昨天晚上因为太迟了 然后我回到家 我就弄好我的东西 然后我就睡觉 我忘记打针 我真的是忘记打针 然后我忘记打针 然后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点 不是不舒服啦 就是有一点感觉怪怪的 然后我就去验 我就去验 结果我没有想到的话 我验我的血糖的话 是3.5而已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的小 3.5是什么呢? 3.5其实正常人的话是4到6 4到6啦 所以3.5就是偏低了哦 对有一点偏低 哦所以你一向来 你的血糖都是偏高 对 但是你在吃了这个 Ceruto跟Zankoso 你的血糖突然变低了 对对对 所以 我对我来讲真的是 K算是很奇迹般的发生啦 因为我也没有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它可以那么的有效 然后我也是抱着一个 只是尝试的心态而已 所以就是从那边 然后我就变成 现在目前为止 我每一天都会吃Ceruto 都会吃Zankoso 没有错过一次 因为我懂这个东西 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 嗯 虽然是讲 现在这样子看下 就是代表你以后可以不用打针 还是不是 可是我还是会 因为我现在是会 跟我的医生去配合 如果真的是不需要的话 我还是会去 去征询医生的意见啦 对对对对 我不会自己停啦 因为专家的还是要跟着 但是这个是额外的保健 也是要做好 嗯 所以今天呢 你看啊 Edward都是十多年的这个 先天的这个血糖的困扰 然后今天透过我们的Ceruto 跟Zankoso 很好的控制他的血糖 然后当然也是要靠这专家讲的啦 医生的药也是要照做咯 然后保健的话也不可以忽视 然后今天这个东西这样好啦 其实你会不会想要跟你身边的人分享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已经开始跟我的 一开始我就是跟我父母亲分享 然后 then after that 我也有跟我朋友分享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 我自己本身有跟很多人分享 可是我因为我本身是糖尿病化者 所以我很知道他们那些人的辛苦啊 或者是他们的困扰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 就会讲哎 糖尿病的人不会喝甜的 不会喝什么 我不会问 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 嗯 可是能不能够叻 还是要看你自己咯 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叻 这个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尤其是当我听到人家有后天性的 后天性的糖尿病啊 就是因为我是先天性嘛 先天性是无法改变的咯 就是先天性离生出来 就有那个基因在 然后 after that 如果是老了啊 摔剃了那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 BE的这两个产品的话 真的是很容易就帮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 真的是很容易 因为我本身已经十年的 我本身有十年的糖尿病 而且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try过其他的餐厅 都是没有什么效果啦 我会讲有效果 可是效果不大 可是这个真的是效果很大 所以我很就是很相信 很感恩这个产品啊 就是可以帮助他这样好的改善 然后他也是很愿意去介绍给他身边需要的朋友跟家人 然后其实今天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做这个BE 其实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咯 其实一开始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着病 我懂这些病会带来的困扰 而且如果那些人是type 1的话 我更加懂我的困扰 所以我想要帮助这一群人 不要让他们这样辛苦是不是 这样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拜拜